您好,我是钱爱军,在《读书》、频道为您介绍当今世界的畅销著作,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您的支持,我们将更努力为您介绍好书。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的是《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 这本书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在2021年出版。 作者是杜如松·Rush Doshi,他是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国事务主任。 拜登的重要对华政策智囊,可以说他是白宫的中国事务掌门人。 钱爱军留意道,2023年2月8日,美国俄亥俄州州立大学陌上中心,Mersion Center, 将2021年度弗尼斯图书奖授予杜如松的这本《长期博弈》,中国取代美国的大战略。 该奖项是为了纪念陌上中心的创始主任Edgar S. Furness。 该奖项授予对理解国际、国家和或人类安全做出杰出贡献的英文书籍。 该奖项的评选委员会是这么评价这本书的。 杜如松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战略野心是什么? 杜如松在书里带来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新证据。 这些证据来自多种语言的原始文件集合,涉及中国的内部辩论。 他主张大战略的概念,并确定了三种控制形式,强制能力、共识诱导和合法性, 它们在精心定义的顿化、建设和扩张阶段展开。 另外,这本书引经据点,在概念和理论上也很强大,解决了有关霸权和权力转移的更广泛的问题。 学术严谨性和政策相关性的结合,让这本书得以获得福尼斯图书奖。 再回到这本书,杜如松是80后,年纪轻轻就成为白宫中国事务掌门人。 他在书中以大量中共领导人讲话和文件为依据,揭示了冷战结束以来。 中国领导人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到习近平的百年未见之大变局, 三十多年来实行一项削弱美国实力、自主发展, 逐渐取代美国在亚洲和全球领导地位的大战略。 杜如松认为,美中竞争的实质主要是关于谁将领导亚洲和全球秩序, 以及他们可能从这种领导地位中创造什么样秩序的竞争。 在许多地方,但不是全部,这是一个零和游戏。 在该书中,杜如松认为, 霸权国在国际体系和地区体系的权力地位通过三种形式实现, 分别是强制能力、鼓励合作机制以及合法性。 而崛起国要取代霸权国的地位, 要通过三个阶段的行动, 逐渐破坏霸权国在上述三方面的能力实现。 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首先削弱霸权国的影响力, Blunt, 其次建立新的影响力, Build, 最后通过全球扩张, Expansion, 完成对霸权国的取代。 在书中, 布如松提到, 一个中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会是如何? 中国将同意台湾, 美军可能必须撤离日本与朝鲜半岛, 甚至撤出西太平洋。 中国的邻国将听命于北京、东海、南海、中印边界的领土争议, 将以符合中国利益的方式被解决。 相对于美国打造的以国际组织, 国际法为基础的自由主义秩序, 中国会以非自由的方式建立新秩序。 而在中国内部, 唯有与中共高层关系良好者会获得利益。 美国该如何以最有效的方式面对中国的挑战? 不如松建议, 美国与其耗费巨资与中国展开对抗。 不如施华之机以制华, 对中国展开不对称作战。 考虑到中国经济量体制大, 采取对称手段, 例如提出基建计划打撒币, 以抗衡一带一路并非上策, 反而应该借尽中国的虚弱和建立的经验, 以不对称的方式遏阻中国扩张, 同时强化美国自身实力, 以因应中国挑战美国霸权及其主导的自由开放世界秩序。 他基本上排除了单边妥协, 讨价还价容纳或安抚中国的战略, 以及通过和平演变或政权更替改变中国的战略。 在对这两种战略进行评估后, 杜如松发现, 他们都面临巨大障碍, 难以成功。 于是他认为, 最符合逻辑的剩余选项就是竞争战略。 杜如松指出, 美国竞争战略的重点是削弱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秩序, 建立美国实力和秩序的基础。 这种战略意在不对称, 它部分许自中国1990至2000年代自己的大战略。 杜如松认为, 美国不能跟中国进行美元对美元, 船舰对船舰, 或是贷款对贷款的对称竞争, 原因是中国纯粹的相对规模。 因此, 美国的努力往往应该是不对称的, 并试图以低于中国推动其秩序建立的成本, 去削弱中国秩序的建立。 海湾战争后, 中国寻求发展不对称武器以对抗昂贵的美国武器项目。 美国越来越多地采用中国的方法来追求类似的不对称努力, 因此, 中国的行为也变得更加复杂。 美国拥有发展这种能力的技术能力, 并且已经就这种方法的大致轮廓达成了共识。 美国已经为中国军队开发了一些新的能力, 远程精确打击, 无人驾驶的航母攻击机, 无人驾驶潜艇, 大型导弹运载潜艇, 快速打击武器和水雷。 这些能力不受中国自身的反干预和区域拒止的影响, 使中国在台湾海峡和东海、 南海的两栖行动复杂化, 并且可以用比中国目前昂贵的资产更低的成本实现。 虽然美国发展这些能力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但这也是对中国在该地区军事能力的挑战。 中国需要调整其战略, 以对抗美国的不对称努力并保持其行动自由。 在这本书中一本第八章多下先手期, 中国如何在军事上建立亚洲霸权。 杜如松提到, 刘华清是中国海军之父, 他自幼成长在山间, 曾是共产党的战斗部队在解放军事表现杰出的军官, 直到1952年被任命为大连海军学校副政委。 当时的解放军称不上游海军, 刘华清见到大多数学生和教职员不曾长时间在海上停留, 所以他列为由先事项改善实地训练, 并与学生一起在一艘真正的军舰上接受为其数周的训练。 数十年后, 中国海军已具备现代化、专业化的战力, 这要归功于刘华清的奉献精神与领导能力。 刘华清的梦想是建立一支以航空母舰为中心的海军, 重点是控制海洋以保护中国的海外利益。 然而, 在他退休后, 他留下理智专注于反介入区域拒止, A2AD的海军, 目的是阻止美国对中国附近海域进行军事干预。 他大力推动建造航空母舰, 但多次遭到拒绝, 因为当时的中国领导人专注于削弱美国的军事威胁, 而潜艇等非对称武器更适合完成这一任务。 刘华清决心建立一支不对称的海军, 他曾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如果不建造航空母舰, 我将睁着眼睛死去。 他于2011年去世, 因此没有看到中国第一艘航母再次年下水。 然而, 在他去世后, 中国海军已经按照他长期以来的愿望进行了重新定位, 方向是控制海洋, 建设蓝水海军和航空母舰。 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赶到美国的力量正在下降, 于是将他们的战略从削弱美国的力量转向为中国主导的亚洲秩序打下基础。 这一大战略的军事部分是关键。 中国意识到, 鱼雷、导弹和潜艇等不对称武器对于威慑美国的军事行动和干预是有效的, 但对于建立秩序的长期军事影响或夺取和控制遥远的岛屿和海洋, 维护海上通道, 干预邻国事务或提供全球公共产品来说, 却不是这样。 中国需要一个不同的军事结构, 更适合于控制海洋、两栖作战和全力投射。 刘华清的著作表明, 中国领导人长期以来一直希望建立这样的结构, 但由于担心他们的投资受到限制。 金融危机消除了这些限制, 中国感到更加自信, 不再认为美国是如此强大或坚决。 中国开始大力投资航空母舰, 更强大的水面舰艇、 两栖能力, 甚至海外基地, 以及在南海的军事设施, 以维护其领土主张。 在这一章中, 不如松论正, 对于中国在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军事行为, 最佳解释就是, 北京寻求能更有效应对印太地区邻国的战力, 为取得区域霸权奠定军事基础。 这一切都是中国更广泛的后金融危机大战略, 建立区域秩序的一环。 另一方面, 在经济上, 杜如松建议, 应通过多边主义和制度化的方式, 对中国的政治扭曲进行经济限制。 这将限制北京对其他国家施加条件, 以换取低成本贷款的能力。 杜如松认为, 在政治上, 加入中国主导的多边组织, 可以塑造甚至有始阻碍其发展。 华盛顿应该加入这些努力, 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改善或推迟这些努力。 这些努力在亚洲应该集中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IB和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措施会议, CICA, 中国利用这些会议建立经济和安全规则。 杜如松在阐述中国三十多年, 历史邓、江、胡、习四届领导人一直实行的削弱美国, 取代美国秩序的大战略时说, 根据中国不同时期对自己实力的权衡, 这个大战略分为三个时期。 杜如松说, 第一阶段从1989年到2008年, 它始于天安门事件1989, 海湾战争1990至1991和苏联崩溃1991, 这三大导致北京加剧对美国威胁认知的事件之后。 杜如松说, 在那之前美中曾是对抗苏联的准盟友, 但三大事件发生后, 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 杜如松写道, 杜如松说, 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抗议活动提醒北京 注意美国的意识形态威胁, 海湾战争的迅速胜利提醒北京美国的军事威胁, 失去苏联这个共同对手提醒北京美国的地缘政治威胁。 很短时期, 美国很快替代苏联成为中国首要安全问题, 从而产生了一个新的大战略, 一场长大三十年代取代美国实力的斗争诞生了。 韬光养晦, 收敛锋芒, 当代时机, 是邓小平随后为中国降低美国遏制风险, 削弱美国对中国影响力, 为中国的自主发展提供条件的战略方针。 书中讲了1989年7月1日, 诗人老布什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思考克罗夫特, 在六四镇压后, 播到一个月秘密访华的故事。 在全世界谴责中国暴力镇压声中, 思考克罗夫特代表布什总统安抚北京, 直至财行动势为舆论所迫, 希望维护美中关系。 但其努力遭邓小平严厉批评, 指美国介入反革命暴乱太深。 之后, 邓小平公开指美国和西方国家真的希望中国动乱, 企图在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一项资本主义的和平演变。 在之后的近二十年里, 时任中国领导人的江泽民和胡锦涛, 都一直明确将美国定义为中国的主要威胁。 把美国当作中国大战略的重点对象, 不如松论述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 认为这并不是一项永久性战略。 他说, 韬光养晦其实是邓小平冷静观察, 沉着应付, 绝不当头, 有所作为二十四字战略方针的浓缩。 在邓, 江, 胡的许多内部讲话中, 都明确地将此与中国当时实力相对于美国较弱联系在一起。 因此, 这是一个争取时间, 自主发展的工具性和有时间限制的战略。 杜鲁松认为,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中国启动了直到2016年结束的第二次取代美国战略, 其目的是在寻求在亚洲建立中国区域霸权的基础。 那场危机让北京市美国势力在减弱, 使中国更大胆推行更有信心的政策。 杜鲁松在书中写道, 对邓小平有所作为做出修改的第一人是胡锦涛。 在2009年, 在一次对外交人员的讲话中, 胡锦涛在邓小平的有所作为, 前加了积极两个字, 积极有所作为。 中国不再只对削弱美国实力感兴趣, 而是显示了要在亚洲建立地区秩序的转变, 杜鲁松写道。 书中有一段有趣的描述, 时任中国外长的杨洁篪, 在2010年东盟地区论坛上说, 中国是一个大国, 其他是小国, 这是事实。 这句话震惊了该地区许多国家。 在此之前, 希拉里国务卿在论坛上批评中国的南中国海主张, 杨一改平时和矮迷人的态度, 气冲冲地离场一小时。 在那一阶段, 中国在军事上, 从仅关注通过海上巨入, 强调地雷, 导弹和潜艇来削弱美国力量, 转变到通过海上控制和两栖能力建立地区秩序, 强调航空母舰, 能力更强的水面舰艇, 两栖部队, 海外设施, 以及他曾经忽视的各种能力。 杜如松说, 在政治上, 北京率先推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RB, 并将此前默默无闻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 CICA提升到安全领域的制度化程度, 希望这两者都有助于按照自己的喜好建立区域秩序。 杜如松写道, 在经济上, 全球金融危机帮助北京摆脱防御性经济状态, 转而推进能使中国建立自己的脅迫性、 自愿性经济能力的经济国策。 这一努力的核心是一带一路计划, 其对邻国强力使用经济国策, 试图获得更大财政影响力。 杜如松写道, 2016年, 在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之后, 在习近平百年未见之大变局口号下, 中国启动了第三次取代战略, 这次是在世界范围内扩大其削弱美国和建设自身的力度, 以取代美国作为世界领袖的地位。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 这两起事件令人震惊, 因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正在退出他们帮助建立的国际秩序, 创造了中国领导人和外交政策精英们所称的历史机遇期, 以将国家的战略重点 从亚洲扩大到更广泛的全球及其治理体系。 杜如松写道, 在这种背景下, 加上2020年新冠病毒大流行, 习近平进行了战略调整, 将在争夺全球领导地位的竞争中赶超美国作为其最终目标。 在政治上, 北京将在全球治理和国际机构中发挥领导作用, 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推进专制规范, 分裂美国在亚洲和欧洲的联盟。 在经济上, 削弱支持美国霸权的金融优势, 在美国去工业化的同时, 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 抢占第四次工业革命制高点。 在军事上,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成为一支在世界各地设有军事基地, 能够在多数地区甚至新领域捍卫中国利益的世界级军队。 杜如松写道, 在长期博弈结论部分, 杜如松指出, 目前美国正处于其近代历史上第五次衰退主义, Declianism浪潮中。 在杜如松看来, 对美国抱悲观主义态度的人有着看衰美国和看强对手的一体两面特征。 杜如松在批评看衰美国的悲观主义时, 提到了为美国打开中国大门的亨利基辛格博士Henry Kissinger。 在书里, 杜如松讲一段往事, 1970年11月, 时任美国海军上将的埃尔默, 祖母瓦尔特, Nomo Sunwald和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坐火车, 前往观看一场足球比赛。 他们在车厢里的交谈中, 为苏联在军事平衡中的优势而感到烦恼。 祖母瓦尔特回忆说, 基辛格认为, 美国像许多早期文明一样, 已经超越了自己的历史高点, 美国缺乏耐力去对抗俄罗斯人。 鉴于这种趋势, 基辛格说, 他的工作就是说服俄罗斯人给我们可以得到的最好交易, 因为认识到历史的力量有利于他们。 基辛格后来否认他这么说过, 但是杜如松指出, 事实上, 上世纪六十年代, 基辛格公开写过美国衰退的文章, 并在上世纪整个七十年代,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谈到这一点。 长期以来, 他对美国的地位相对于苏联的悲观态度是众所周知的。 杜如松认为, 五十年前的悲观情绪在美国重新出现了。 美国正面临巨大的国内压力, 而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出现在地平线上。 今天, 基辛格论典的翻版可能认为, 中国主导全球制造业, 高科技领域日益与美国相媲美, 从购买力看拥有比美国更大的经济, 有一支世界上最大的海军, 并比多数国家更好地处理了百年仅舰的大流行, 成为2020年唯一避免衰退的大国。 相比之下, 在北京, 甚至在华盛顿的许多人认为, 美国陷于毫无希望的分裂和僵局, 治理体制不断恶化。 杜如松问道, 面临历史数年的大流行, 工业侵蚀, 债务膨胀, 民主受损, 以及全球声誉下降等问题。 基辛格的悲观情绪可能是必然的吗? 陷入宿命论也许为时过早, 杜如松继续写道, 他说, 上世纪美国发生过四次衰退主义浪潮, 第一次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 但经过罗斯福总统的新政计划, 重塑了美国。 到战后美国又回到了最佳状态, 第二次出现在1957年, 当时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史普尼克一号, SAPMIC。 第三次衰退主义浪潮最为漫长, 是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 美国经历了社会崩荡和政治暗杀, 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和停止性通胀的到来, 尼克松总统被弹劾和西贡政权倒台。 第四次衰退主义浪潮发生在1980到1990年代, 以工业侵蚀, 贸易逆差和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为特征, 促使麻州参议员宗佳斯·桑格斯在竞选总统时提出冷战结束, 日本赢了的口号。 杜如松说, 现在当美国处于第五次衰退主义浪潮中时, 悲观主义者往往忽视了美国对中国的优势, 人口年轻, 财政优势, 资源丰富, 边界和平, 联盟牢固, 经济创新。 此外, 在中国崛起的40年里, 美国一直占据着世界GDP的四分之一, 这不是偶然的。 杜如松说, 悲观主义者也忽视了美国的吸引力, 美国的软实力来自其开放的社会和公民的信仰。 乔治, 弗洛伊德遇害事件发生后的抗议活动, 被中国错误地视为美国衰落的标志, 但却是反映了公众为实现美国创始价值观而进行的斗争, 这种价值观吸引了全球观众。 杜如松写道, 对美国来说, 衰退与其说是一种条件, 不如说是一种选择。 下行的道路贯穿于美国两极分化的政治制度中, 与此同时, 远离衰退的道路可能进入一个罕见的具有两党共识的领域, 美国需要迎接中国的挑战。 谢谢大家收看《读书》, 我们希望得到您的支持, 给《读书》、点赞、打赏。 请期待, 我们为您带来更多优秀的作品。